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两颗心却那么不同 抱在一起做不了同一个梦 爱恨来去像一阵风 以为伸出手可以相容 两颗心却那么惶恐 刚彼此都伤得那么重 还有什么残留心中 以为握紧我的手不会松 两颗心却那么不同 抱在一起做不了同一个梦 爱恨来去像一阵风 以为伸出手可以相容 两颗心却那么惶恐 当彼此都伤得那么重 还有什么残留心中 小心 赵 别跳了 要唱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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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告你啊 你别 别什么 你 你别 别别 别别别狗也看人低 你学生唱的歌我凭什么不能唱 赵有发 干什么呀你 别激动 我告诉你 包场的说了算 轮不到你在这儿发火 出钱的说话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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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风拂流地生残 西阳山万山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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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咬就一口咬到底 来吧 来吧 你想要的那张牌在这儿呢 你差点费了只胳膊 大气派来竟然这样的游日有余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 还知道我伤在哪儿 赫老板 你在北我在南 井水不犯河水 谁劳烦你的 既然你知道是我干的 你就看着办法 你 怎么呢 别再来伤害了 老四 贺老板也是个带走的人 别抠门 把贺老板的钱都退给他 你不是说 你请来的兴赫子厉害吗 枪还没拔出来 就让老段给做了 你说能把他胳膊弄射一只 他人没事 还玩了一夜牌 我我承认我兴赫子找错了 那老段也是做样子 那也得能做出来 你有本事 把他整趴下试试 你要先把他女儿给吃的 他早就拍下了 你给我住口 我大儿子都残妃了 干什么呀 老铁你别埋怨 你以为老段真为他女儿 你心里有没有说 当年因为生意上的事 你杀了他老婆 他早就怀疑你了 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他还能客气啊 他可以杀我老婆 干吗弄残妃我儿子 杀其之恨 他这回连本代理都还上了 做调段少荣有那么难吗 山本先生 有些事你不清楚 段少荣在上海的势力 可不是一朝半夕 经营起来的 他的关系网还盘根错节 我们不是有朋友 在他身边吗 佣军你们中国话说 他是干什么吃的 几次三番动不了手 那他在段少荣身边 就起不了一点作用 我快失去耐性了 段少荣势必得出 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太不亲善了 是中日友好关系的最大障碍 如果你们没办法 我会亲自处理 到时候 我与朱军谈的条件 那就一笔勾销了 大哥 我真想不通啊 这 你刚才为什么把他给放了 我想过过安生日子了 不想树敌太多 我现在正琢磨着 什么时候该退下来了 那不行啊 你先别着急 听大哥怎么说 怎么说都不行啊 这上海滩除了大哥 没人能当大哥了 除了大哥没人说了算呢 四哥说得也对啊 您要是真的退了 总得先把后面的事安排好吧 你怎么回事啊 你还真想让大哥退啊 是我要大哥退的吗 是大哥自己说要退的 大哥说归大哥说 你少在这儿山风点火 我告诉你啊 我山风点火 大哥说可以 大哥他自己说的 你怎么回事啊 都在这儿山上 你还在这儿山上 都在那儿山之宫 放下海滩 你怎么回事啊 就是生长的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呀 你怎么回事啊 不要乱了 我去找你 你怎么回事啊 她那个人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想勾到他吗 再试试 高点 再高点 你看 摘到了 摘到了 你可记住了 全上海滩只有你比我高 这口子这么深 你怎么也不小心点呢 宁宁好点了吗 立天来看他了 他好多了 立天是个好小子 你忍着点嘛 你别说啊 在我眼睛里啊 也就剩立天跟宁宁这片净土了 你姐要在的话呀 肯定喜欢这小子 我姐是菩萨 谁都喜欢 是 所以好人不偿命啊 宁宁的个性就像他 我跟你说 最近我认识了一位姑娘 她长得还真像羽莹 比我还像呢 你们是姐妹自然像 不过她不一样 她的那种神情 特别像你姐年轻的时候 你还说白鹿像我姐呢 白 白鹿那是绝金小娘子 跟你姐没法比的 只不定在多看两眼 也觉得这姑娘不像我姐了 不不不 还真不一样 她叫赵 三天新鲜 叫什么不重要 我来不及记住 姐 姐 你挺住啊 姐 姐 你要听你 姨妈的话 医生呢 医生为什么还不来 大哥 大哥 老大 没有医生敢来 什么 你们绑 也得给我绑来 姐姐 姐姐 帮我 帮我照顾婷婷 帮我 帮我守着少容 继续的 一直都喜欢你 杠先生 医生 多 Scar 每件事都就是 混蛋 混蛋 别杀我 我打死你 为什么不敢来 为什么 少荣哥 说 少荣哥 我姐刚走你姐姐呀 我姐一直走累了 姐知道 你一直都喜欢他 替我守着他 最近 我认识一位姑娘 她长得还真像羽莹 我一定要守下去 段爷爷走 段爷爷好 段爷爷好 好 段爷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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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哥 吃到那面 你还没吃啊 段哥 馋了 来一份 段爷爷 段爷爷好 付钱 多少钱 算了 四爷爷 我请你们吃 这可是你说的 说什么呢你 什么隐算本 我看你铁公斤 付钱 多少钱 您看这给吧 四爷请吃生煎包 快去 快去快去 怎么了 接段爷 怎么了 咱不够幸福 生意不好 日租界不让咱见 为什么 嫌咱们臭呗 写得不错 就按这个样子 咱们所有的店都挂起来 是段爷 等等 大哥 这么做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太明显了 不明显我挂他干什么 我也觉得不妥 这店里还是常有日本客人 特高客 我管他什么特高客 我管他什么日本人 你还站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挂起来你 大哥 这你也知道我也是为人 这就行 我知道 您算盘黄老四 心里有本账 算盘珠子剥落的乱响 但我告诉你们这本账 不是这么个算法 日本人凭什么这么干 要嫌我们中国人臭 不让我们拉车的近日租界 这就是湖来 这儿 还有那儿 这是中国人的天 中国人的地 他们有什么资格说让进不让进的 可是大哥 根据领事条约来说 我才不管什么领事条约 不是大哥 人家在咱家后校都撒了尿了 咱还给他脸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怕什么呢 怕短了钱 咱们一点都不在乎 怕日本人找咱麻烦 这里是龙记姓段 有任何麻烦 我段少仁一个人扛着 我跟你说 要个日本人这样干的 也只有大哥干了 他还真不能退 你这话说的 你是要让他当我们大哥呢 还是要他当抗日英雄啊 这反正他就是不能退 他是好样的 你也是好样的 是啊 所以我跟着大哥呀 阿忠啊 车不用洗了 大哥晚上不用车了 一会儿约了梁胜李老板 来咱们荣祭谈事 谈完了不就用了吗 不就回大屋了吗 怎么 大哥晚上出去吗 问你话呢 回话呀 不说我揍你 你干吗 是不是大哥不让你说 没事 我们不会告诉大哥的 去大世界 跟着一位唱歌的小姐 赵永芳 什么叫跟着 吃夜宵 还是干吗睡觉 就 就跟着 跟着一段 就回家了 行行行 到底啥意思 看来大哥 对赵永芳还挺上心的呢 你们两个要瞎刀骨什么呢 没事 老四 梁胜记的老板你给我约了没有 都安排好了 是是是是 少荣军 日秦航空开幕酒会 请少荣俊务必光临 廖儿 跟那个日本人说 会说中国话 不认识中国字啊 门上的牌子 写得清清楚楚的 他傻呀他 听到我大哥说了吗 回去好好认识中国字 门口的牌子上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少荣俊 我大哥还说 他可以跟狗说话 要不你叫两声听听 段少荣 黄军是看中你的 上海滩能接到这张情帖的中国人 没有几个滚蛋 这世上最远的距离 就是我在你的面前 你却看不见我 是不是 是不是 这就是相对论 时空感受的两极化 段年看不见他吧 你敢说你看不见他 我叫唐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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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唐离天 你叫唐离天 我赞成 全中国都应该响应 但宋庆明老师的一百份运动 只在香港发起 香港也是中国的呀 香港就是中国的 没错 香港人能响应 这中国就该支持 对 我们是祖国 我们是母亲 香港是孩子 这孩子做对的事情 做母亲呢 就应该大力地支持 不是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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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离天 来 帮你擦擦汗 你看 本来帮人家擦汗呢 喂 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不许笑了 不许笑了 永芳知道 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是一个他渴慕 却永远踏不进的世界 他们拥抱着太阳如此自然 他走在阳光下 却向白昼里的幽灵 苍白而平静 就唱这首 就唱这首 若有花多银风摇 若有鼻孔月也好 便听众生 世世催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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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美景图吹响 脸风又轻力哀悼 我听众生 世世催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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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愿月色无限好 便要团圆好春宵 读情后衣漫漫腰 莫怕两叶轻易抱 不见美人如花笑 千八相思了 让那钟声尽是醉 你这又不唱了 为什么呀 没什么为什么 就是不唱了 你总得有个为什么吧 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给你解决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不唱就不唱呗 你的好光景才刚开始啊 我有什么好光景啊 那段少荣就冲你 又连续包场包了一个月呀 这个我不稀罕 你不稀罕 有多少人稀罕呢 瞪着眼珠子等着呢 眼珠都快掉下来了 谁爱掉掉呗 你这也太不 这个场子没有真心 你以为段少荣真的喜欢我啊 他包场还听我唱歌来过几回啊 人家是贵人嘛 贵人多忘事 人家忙嘛 那就别包场啊 你说你一姑娘家家 你怎么这么肘呢你 于经理 我知道 我是个卖艺唱歌的 可是 我不是别人包的歌迹 明天我不来了 你你你不来 你去哪儿唱去 你给谁唱 给谁唱也得看我心情啊 我真的不来了 永芳 赵永芳 只要你人在上海滩 你走到哪里都躲不过段少荣 还不如你就在这里唱呢 芳芳 芳芳 你不要走啊 芳芳 芳芳 你是我亲妈行吗 妈 出远门啊 去哪儿啊 去几天啊 路上冷不冷啊 多带点衣服啊 徐太太 你放心吧 房钱我是不会短你的 我如果一直不回来 这屋子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你大可以腾出来 再租出去就是了 赵小姐 还有事啊 赵小姐 大家能住在一块儿不容易 都说这同传共度 还得修得百年元呢 你怎么老是 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再说了 你这一个女孩在外面也不容易 我多说两句 多问两句 那是出于关心 谢谢你了 我就是回老家一趟 回家呀 回家好 回家好 远吗 一天 好 那路上可得小心啊 自己警醒点 钱放严实了 才不露白 知道吗 早去早回呀 孙小姐 您找我有事啊 白鹿这个账怎么回事啊 白鹿这个账怎么回事啊 这是老爷交代的 是吗 是 这是老爷特别交代的 行 没事了 你去吧 老周 小姐回来了吗 还没回来 那晚上回来吃饭吗 她没说 得背着呀 回不回来 家里总不能冷宫冷造的吧 是 知道了 来 早毛豆 宁宁 我知道你最爱吃了 特地为你做的 刘嫂做菜我最爱吃了 以后结婚刘嫂也跟我过去 姨妈 到时候你也跟我一起嫁过去 不害臊 怎么 你不想跟我一起过去吗 我还照顾你一辈子啊 那总比照顾我爸一辈子强霸 每天跟他在一起 吓得吓死了 烈天 好吃吗 再添一碗饭 好好好 不行 他不能再添了 他只能吃一碗饭 对吧 谁说的 我今天就要吃两碗 你自己说要吃一碗的 孙小姐 白鹿来了 他非闹着要进来 别让他进来 我出去 你 姨妈 我吃点毛豆啊 谁不能进来啊 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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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呢 我是白鹿 端爷 你们开门呢 喊什么 喊什么 你们开门 我要进去 把门打开 老端 站住 端爷不在 你骗谁呢 我就要见他 老端 老端 你刚才说谁呢 老端 叫老端给我出来 老端也是你叫的 你 你们都一起欺负我一个女人 我们怎么欺负你了 把你从三堂子里熟出来 锦衣玉食地让你吃着穿着 这叫欺负你啊 别讨了便宜又卖乖 你要是不乐意 另找主子去 是他要跟我分开的 他派人给了我三个月生活费 就说要跟我分手 也算是公道吧 但没有理由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呀 难关你爱到了尽头要分手 还需要理由吗 你不是第一天出道了吧 这种事需要分谁对谁错吗 怎么了 你是他的生生父母啊 还是他的结发夫妻啊 他凭什么不能甩了你 你是他的谁呀 再往下说呀 就难堪了 段少荣的身边 像你这样的女人来来去去 你不会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不过呢 你放心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三在六难的 他不会不管你的 好歹呢 你也跟他好过 我不要这些 我今天就要见他了 他要没回来 我就在他屋里等他回来 那不行 你是谁呀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我说他身边的女人来来去去 我没说进进出出 风流快活在外面 就是不准进大屋 你问我是谁呀 我谁也不是 但我住在这个大屋里 我跟段宁是仅有的两个 可以住在这个大屋里的女人 你说 我是谁呀 大哥 你说是不是 来吧 李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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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爷 来来来来 来 坐坐坐 您请 别客气 别客气 坐吧 这事咱们得支持吧 是中国人都得支持 老李 你是中国人吧 我是中国人哪 但我也是生意人哪 做个有骨气的生意人 就这么难 我只是让你们量升车行的 不去日租界 不做日本人的生意 这上海滩大了去了 找这么一块地方 你们就能饿死了 段爷 我不是估计这个 你是怕得罪日本人 你说你 他们能把你怎么着 你有什么可怕的 你是一个堂堂的中国人 被日本人都吓得没胆子了 这凡事都要以何为贵是不是 如果你想跟日本人讲和气 那我就不跟你讲客气了 段爷 是 我把话撂在这儿 如果在街面上 我看谁敢上你们量升的出租车 我箭一个打一个 段爷 您这又是何苦 我就是乐意 我还没让你学我呢 在车上挂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日本人不许上车 段爷 就照您说的 就照您说的做 照我说的做 这么快就想通了 好厌了 老李 来来来 今天别人走了 咱们下去陪你喝两桌 怎么样 是是 来来来 走 段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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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白路啊 越来越不想花了 是啊是啊是啊 找上门来了 混账 恭喜 来 混账 今天被你们两个啊 老四 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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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没让他上家来啊 他什么出身啊 没养高低看不懂啊 要是没人宠着 他敢 不是 谁 谁宠他了 我 我没让他到这儿来 他非要这样我怎么办 没你仗持 他敢这么蹬鼻子上脸吗 不是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贞姐 想个老婆 我能让你怎么样啊 这么多年 这屋里的事不都是贞姐说了算吗 等着我俩兄弟的面 你这么让我下不来台 你这多丢人啊 这 我还记得丢人呢 你 你姐玉婴在的时候 也没像你这样滚头滚脚的 那个 备车 六 四 走 走 回回荣建 这家在那边待你 走吧 走吧 宁宁又见不到他爸了 你 你 你 真本事 真本事 你 真够本事的你 老周 扶老爷上楼啊 来了来了 现在 越来越有本事了你 小心点 你们两个谁去门口 把那麻烦处理一下 我去 你们大哥最近相中谁了 不知道 你大哥呢 有女人也是稀松平常的事 不过这规矩总是要懂的 没事就闹上门来 像话嘛 这事你别掺和 我没跟着掺和 我只是 你是大学生 就好好念你的书 什么抵日排外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知识分子就应该有良知 行 我不是知识分子 我没良知啊 可你是中国人呢 是中国人就更好 这应该有良知了 我用你教训我啊 俩兄弟一大早 就吹骨子瞪眼睛呢 干什么呀 来 快点吃饭吃饭 哥 我跟你说啊 这一碗饭的运动 我 你是诚心不想让我吃这个安乐饭 是吧 是日本人不让中国人吃安乐饭 好了好了 坐下来啊 哥 如果你有什么顾虑的话 我自己去跟段先生提 我知道他是反日的 怎么着怎么着 你什么意思啊 现在老段是你的靠山了是吧 他是你未来的岳父 是你的遗仗 所以你现在已经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是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立天 你搁在火头上 你就少说两句吧 唐立天我告诉你 我跟着老段从码头扛货 一直混到今时今日 我鬼门关跑多少回了你知道吗 我图什么呀 我容易吗 我是为了谁呀 我是为了你 我知道 你不知道 如果我有点私心 想省点力的话 早想精算个黄老二那样 把自己亲兄弟弄进我们这条道 我有吗 我没有吧 我让你好好念书 李天 你哥都是为了你呀 我们俩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 该干嘛干嘛去 李天 好好念你的书 你哥我呀 已经是一条道走到底了 唐家总得出个干净人了 这大学生 在以前来说 那可是状元 我们唐家的状元陪他断宁毫不逊色 我劝你呀 别早把李济用在日本人身上 成不了气候的 妮妮 喝咖啡 妮妮 别生你爸气了 你爸爸是个好人 好人不杀人 他也不容易呀 在商场打滚 那他不需要杀人啊 你知道多少人要靠他养啊 这么多的恩恩怨怨 能怪他一个人吗 上海滩的大事小事 要不是他出面做主 多少事摆不平啊 你知道吗 非得他吗 非得他 妮妮 至少你爸爸 他是个好父亲好丈夫 他爱你也爱你妈妈 他对你妈妈情深义重啊 什么情深义重啊 外头女人就没断过 就是这一句 外头女人 你妈走了十几年了 你爸可从来没把一个女人 带回家呀 这就算情深义重了 养在外头不带回家 妮妮啊 你还太小 你还不懂事呢 对一个男人来说 不容易啊 反正我不懂 总觉得他不是好人 好了好了 来 我们喝咖啡啊 来 立天 以后我死了 你会找其他女人吗 那个时候我也老了呀 立天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如果我像我妈那样 三十几岁就死了 你会去找其他女人吗 不可能 还好 你爸爸不会让你那么年轻 就死的 他会出去跟那些人拼命的 立天 我说的不是我爸 是你 你会不会去找其他女人 也不可能 真的 你爸爸不会允许我 带其他女人进门的 他也会跟我拼了的 唐立天 我是说 好了 宁宁 咱们能不讨论这个话题吗 不行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答案 宁宁你知道吗 咱们俩是全上海滩最安全的两个人 你爸爸是段少如 我哥是唐立平 如果咱们俩要是出了什么事 那整个上海滩都要翻过来 没有势力可以大过他们俩结盟 不讨论这个原因 不讨论这个原因 他练上海滩 这是一粒gard 嘲嘲嘴 不要一有什么事 就想起你是段少荣的女儿 我是段宁 我是段宁啊 你也是段少荣的女儿 历天你忘了吧 忘了我是段少荣的女儿 我只是段宁而已 我能忘 他们能忘吗 他们敢忘吗 这回他们知道厉害了吧 来来来 现在日本领事馆抗议 他们说出租车不进日租禁 大大的造成了他们的不便 我要的就是他们的不便 段宁 他们可是直接点您的名呢 我还怕他们不知道 是我段某人所为呢 您这是直接跟日本人下战术啊 这国民的国民的国民 国民党畏首畏尾的不敢得罪日本人 我不怕 老万 对了 你们记者手上有笔杆子 直接给报道出来 您也知道的 我们史社长呢得罪了国民党 现在国民政府规定啊 申报只能是派报 而不能地报 派报就派报 在这上海滩 老万 你想要多少派报的爆棚 我就给你多少派报的爆棚 你们呀每天出一篇抗日的专刊 架在报纸里 让暴同派出去 人手一份 我看他怎么进 您真是长中国人的志气啊 在上海滩 也只有您有这样的影响力啊 段爷 段爷 谁送来的 一个小孩子 大哥有事吗 没事 快茶快茶 来 回去吧 你说大哥他到底去付谁的约了 我怎么知道 他也不让跟着 这真是麻烦 我跟你说啊 这万一大哥他要是 他坚持自己去 谁说都没用 一碗饭 对 一碗饭 这是宋庆灵女士在香港发起的 织工员贡运动 呼吁港人 每人以五块钱 认够一张餐券 凭这张餐券啊 可以到餐厅领一碗炒饭 然后呢 集大家的力量 一起支援康日运动 这是好事啊 一碗饭 港人可以 我们也行啊 别说一碗炒饭了 在咱们上海 咱们有菜饭 蛋炒饭 如果有哪家餐厅部配合的话 我第二天就能让他关账 也不用这么激烈 行了 这事交给我办了 谢谢段爷长 李天啊 这么大的好事 你为什么不去家 或容忌跟我商量 偏偏给我单独叫出来啊 为什么 我 不是我们 我们没派人送行过去 我告诉你们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我们是真想除掉段少荣 现在还不是时候啊 山本先生已经不耐烦了 他要我问你 究竟还在等什么 你哥呀 也是为了保护你 你知道吗 你哥也恨日本人 那次在荣记 他还叫日本人学狗教呢 好了 这事交给我吧 你呢 好好当你的大学生 好好读书 好好地陪咱家断宁 是 鬼鬼祟祟祟祟 鬼鬼祟祟的 借什么人呢 我们要借力使力 段少荣在上海滩输地太多 很多人要他的命呢 我们就不能先除掉他 他是我们终日友好 最大的障碍 第一 他不好收拾 第二 就算收拾了他 还有小刀 胖子 老铁 他们都虎视眈眈 寄予他的位置 难道你还一个个收拾 我们不如借段少荣之力 先除掉这些人 最后再除掉段少荣 这样一来 就能把上海滩 干干净净地交给你们日本人 不好吗 千万不要忘了 你是我们日本人的朋友 谢谢啊 一会儿 要不口 都要不肯爽 只能不能够 我也不肯爽 是 谢 载 有 令宗 耶 厅 Pak 杨 寂寞 苦苦的煎熬 火花不要 蝴蝶香桃 一心只想 索取你的好 摇啊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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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到外婆婆 往事摇摇 有谁知道 旧梦醒了 留一身骄傲 管他爱的是多还是少 摇啊摇啊摇 摇到外婆婆 心事重重 谁能明了 结束也好 风干了眼角 别把悲伤又倒下一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